这绝对是你不知道的漫威细节 细节一灭霸敬重钢铁侠 复连三结尾 钢铁侠一人单挑灭霸 成功打出对方的一血 虽然托尼最后还是败了 但灭霸还是非常敬重 托尼的聪明和胆识 随后更是直接动用四颗无限宝石 准备干掉托尼 其实对付凡人之躯的托尼 随便一颗力量宝石就可以轻松灭杀 但他却使用了四颗 对一个英雄最大的尊重 就是用权力击败他 如果不是敌人 他们或许可以成为朋友 细节二伏笔 在复联二里 旺达对钢铁侠几人使用了幻术 而他们在幻术里看到的景象 也刚好印证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寡姐回到红房子 看到了曾经痛苦的过去 于是寡姐的最后一部个人电影里 就是他全力以赴摧毁红房子的剧情 美队则是回到了七十年前的舞会当晚 佩吉挽留他一起跳舞 复联四的最后 他也确实穿越回过去 和佩吉过着一日三三的幸福生活 索尔看到的是诸神黄昏 雷神三里 埃拉的复活 导致了阿斯加德的覆灭 托尼首先看到了复联成员的战败 以及大批外星舰队攻入地球 这对应了复联三的寿命事件 而美队的那句话 一只深深的烙印在托尼的心里 这或许也是他打出响指的关键 细节三猴子 在美队一 史蒂夫通过血清改造成为了超级士兵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被投入战场 而是每天穿着细服到处拉赞助 这让美队很是郁闷 于是他画了一只耍杂技的猴子 来暗粉自己的情况 而这幅画 直到美队三他都一直保存着 在美队三他都一直保存着